特斯拉的刹车再次失灵 在广东潮州的这起车祸里 特斯拉高速狂奔了2公里 并且非常不幸的是 这起事故造成了二死三伤的悲剧 车主家属把监控视频公布在网上后 各路人士都对着视频细节 开始了蛛丝马迹的推理 有网友提出 视频里刹车灯亮了 判断车主肯定在踩刹车 特斯拉刹车失灵 实锤了 但其实这不一定是踩刹车的问题 在单踏板模式下 松开电门 车辆会减速回收制动能量 当加速度达到一定值时 刹车灯就会亮 也有很多人争论的焦点 是特斯拉的单踏板模式设计 认为是长期只使用一个踏板 才造成了这种紧急情况下 错把油门当刹车 这个设计是否合理 不同人有不同的见解 身边几个开电车的朋友 包括特斯拉车主 他们觉得可以接受 只不过特斯拉的单踏板模式 有没有影响到用户的驾驶习惯 确实不好判断 至于这次事故 是不是错把油门当刹车 谁也没法 现在就下定论 毕竟大家都是局外人 11月13日 特斯拉官方也进行了回应 后台数据显示车辆电门 被长期深踩 刹车全程没有被踩 同时驾驶员有短按批档的操作 制动灯也随之快速点亮熄灭 这一次特斯拉的回应速度 倒是快了不少 结果也就一句话 车主没踩刹车 然而车主也在14日发声 坚称自己一直在踩刹车 一边说踩了 一边说没踩 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从2020年开始 特斯拉疑似刹车失灵的事故 已经被爆出过几次了 也是因为有了经验 网友们的关注点 自然而然转移到了车辆的EDR数据上 EDR Event Data Recorder 也就是事件数据记录系统 它能够记录车辆在碰撞前后的 关键行驶数据 就像飞行上的黑匣子一样 在实车上 EDR长得也就是个小盒子 一般被集成在安全气囊控制单元里 它可以监测车辆的加速度 碰撞等实时状态 当车辆状态达到触发预知时 EDR控制器就会将前后几秒钟内的数据记录 即使车辆断电也不会受影响 作为还原车辆事故前后真实情况的关键设备 EDR确实能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在2005年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位 处于实习期的女士 因为危险驾驶致人伤亡被定罪 但车辆EDR数据显示行驶速度在限定范围内 而根据这个关键信息 最终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 推翻了这个判决 这个设备之前在国外比较普遍 美国在2014年就规定所有新车强制配备EDR 但现在我们国家所有新车也都有EDR 根据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第二号修改单的规定 从今年1月1日起 所有新车强制配备EDR 另外在GB397322020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里 还规定了EDR记录信息 必须包括速度、加速度、车辆制动状态、 加速踏板百分比等17项数据 不过我们的国标虽然是今年才开始强制实施 但特斯拉的车型 除了0812年生产的Roadster之外 都是一直配有EDR的 所以在潮州这次的事故中 毫无疑问车辆上的数据也会被EDR记录下来 在特斯拉回应协助配合第三方检测后 有网友就提出了 既然你们能造出车来就不能数据造假吗 特斯拉可以造假他们的后台数据 但想要在车辆EDR数据上造假 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 首先一般新能源车的运行数据不会只有一份 车辆EDR车企服务器各有一份 同时在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也会有一份 还不包括交警通过道路设备获得的测速监控这些数据 车企服务器和监管平台上的数据是采样数据 可以理解车辆如果在一秒内产生了十条数据 只会上传一条到平台上 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官方能通过后台数据判断车辆的状态 不过如果特斯拉想要修改数据 那他们只能改自己后台的这一份 另外两份数据并不在他们手里 至于EDR的数据 它是本地存储的也是最全的 假设车辆在一秒内能产生十条数据 EDR都能采集下来 而且在车辆中EDR记录的这些数据是独立于车内其他系统的 采集的也是油门开度 制动踏板状态这些原始数据 就算司机把油门识别成了刹车 那EDR也不会弄错你采的是哪个 并且这些数据只在车辆本地存储 仅通过物理接触读取 只要车主不把车辆交出 车企就不可能获得 而且按照标准 EDR设备不能由车企生产 而得由第三方厂商生产 像特斯拉的EDR就是博士制造的 这一系列的设计保证了EDR最重要的一个特性 只能读取无法修改 实际上之前特斯拉在北美已经专门推出了一项业务 支持车主调取自己车辆的EDR数据 你只需要购买下面的设备 并通过专门的读取软件就可以做到 花个一万块 想看数据自己就能看 不过这项服务目前还只是在北美上线 也就是说 每辆特斯拉上都记录了EDR数据 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 这些关键信息对于后续分析事故原因来说 肯定是大有帮助 实际上在国内就已经有用EDR数据 作为责任判定关键证据的案例了 前年在温州发生的特斯拉事故 司法部门通过对比车上EDR数据和特斯拉总部后台的数据 在两者一致后才确定结论 今年4月份北京机场二高速上也是一辆特斯拉发生事故 车主说刹车失灵 但最终通过调取现场EDR数据证明是踩错踏板导致 当然也不能说特斯拉绝对做不到数据造假 如果特斯拉能搞定EDR供应商 并通过某种方式接触到事故车辆 还把这个数据改的和事故时车辆所有的动作完美匹配 只是说这样造假的难度可能不亚于重新打造一个特斯拉公司 它背后所面临的风险也是毁灭性的 再回到这起事故上来 现在双方的说法大相径庭 网络上各种说法也是腥风血雨 就踩没踩刹车踏板这是EDR数据是不会说谎的